今天的訊息就是我們凡事交託神 神祖必定成全 其實每一個人都想我們的生命是好的 每一個人都想 當我們知道有神 我們更加很想我們的生命是很好的 我們明天就是2018年 今晚半夜就已經2018年 我們一起讀一讀針言九章十節 敬畏耶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至聖者變得聰明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今年走在神的路上 敬畏耶華的時候 我們一生就會是智慧的 這條路是很好的 還有整個生命無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個心 我今年要走在神的完美計劃 一起說 今年我要走在神的完美計劃 進入神的命定 進入神的旨意 中國人有句說話 誠者為王 敗者為寇 當然我們就不會說敗者為寇 但意思是他失敗的確是可以失敗的 這裏是打仗的場面 打贏的那個就很厲害 但打輸的那個就很慘 我們的修煉都一樣 我們的生命可以是成功 可以是失敗 我們可以有成功的生命 是喜樂的生命 是無福的生命 但也可以是一個失敗者的生命 問題是我們想不想我們整個生命都是無福 是一個成功者的生命 成功者我們跟世人的定義不同 世人的定義就是賺了錢 富裕 有房子 有車 這一切 三子女 很多個之類 他們覺得這個就是成功者 但是在神的事就是行到神完美的計劃 自己蒙福 周圍的人蒙福 並享受生命 並一將神的恩典帶給很多人 神喜悅的 這個人就是成者 敗者在神的國裏面 有些真是 就算他信了耶穌 但是他的生命是充滿 吵架 家庭沒有很多問題 經濟問題 罪的問題 其實他的生命是一塌糊塗的 很慘的 基督圖有不同的路 這裡寫第一 高高低低的 可能是越來越無力的 第一種 大家反省一下我們是哪一種 第二種 有高又低 不過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平淡 始終都沒有什麼起色的 而第三種就是說 他雖然有困難 他不是一眼睛蹦蹦蹦直線上 但是他在過程有起落 變成生命發揮 變成有時候 當你處理好生命 生命一直向上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說 你想走哪條路 三 想走第三條路 就是這條路是越來越高的 就不是說 是敢於做標途 高高低低又低沉 沒有力 而是一個成功的 得力的標途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為前路 你接下來有沒有什麼大的決定 有沒有什麼你擔心的事 不肯定的事 人很多時候會為前路 事業 婚姻 健康 或者是侍奉 就會擔心 並且他會覺得 神都不理我 不會幫我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 活著其實都是辛苦 沒有力的 這就是 一個軟弱基督徒的路 而擔心會令我有什麼後果 就會跟神疏遠 沒有力量 人經常都覺得神很遠 有很多基督徒問他的時候 很虧欠 神很遠 經常都覺得很困難 所以信耶穌 是要做很多事 不過做不夠好 所以覺得自己很失敗 我希望大家都不是這樣 而是有力的 而擔心的時候 是令到我們容易懷疑神 和批評神 神都沒有幫我的 其實 我們沒有得到神的幫助 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在罪中 或者軟弱之中 沒有親近神 沒有交託給神的神 我們的生命 就會有這些問題 如果信耶穌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認為信耶穌是怎樣 就是多了一些責任 和不准做什麼 你要什麼責任 星期日你回教堂 你看聖基地要祈禱 你不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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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打麻將 很慘 有些人很意外打麻將 死了 信耶穌不准打麻將 不准什麼 不准賭博 不准罵人 不要傷害人 這些 他只是覺得 不准很多事情 這樣的時候 他想到信耶穌 其實是慘的 在他來說是很辛苦 而且他又得不到力 所以耶穌不是每個得力 因為他的祈禱就是 神啊 你幫我快點幫我賺錢 快點幫我成功 那天跟神說 神啊 我快點結婚 我快點生兒子 那時候他未必得到的時候 他就覺得沒有力量 因為他不是親近神的祈禱 是祈求的祈禱 也都不相信神會成全 這樣耶穌是更加辛苦的 我想問大家 你有沒有見過基督徒這樣 即是覺得 信耶穌就多了些責任 又沒有從神得力 又沒有將生命交託給神 以至他的生命 即是信耶穌就多了責任 又不要做什麼壞事 就只回教堂 這樣的時候 其實信耶穌是沒有力量的 如果信耶穌是這樣 其實如果神只是offer 給我們這麼多什麼 就給你 你要做多些事情 你要聽話 你不要犯罪 只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不是聖經所說的神 聖經所說的神 是充滿力量 充滿喜樂 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 整個生命發揮的 好了 對於神的應許 因為我稍後會講一些應許 我都希望大家記得這幾點 由相信的讀起一齊 對於神的應許的循環 一起讀 相信 相信 足緊 經歷和留意 加強信心 這有什麼意思呢 第一 神說什麼 我們知道神是真 因為聖經有很多證據 證明祂是真神的 於是我們就相信 聖經是神的說話 神的應許是肯定的 是必定會應現的 當我們走神的路 我們就相信 足緊 就是無論什麼情況 我都在足緊 有什麼困難 我都經歷過困難的時候 我就是神 你一定會幫我 因為相信 可能問你 相不相信 你會現在說相信 但是在足緊 就是在困難的時候 都在足緊 足實神的 祂的應許 祂答應了 我先求神的國 和祂義這一切交給我 所以我就足實這件事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我們就會經歷 當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就會經歷 經歷的時候 又要留意 咦 神做了一些事 神這樣幫我 那麼記得 又加強信心 我們下一張slide先說 在哪一方面 我們可以經歷神的應許 因為這件事 都會幫我們有信心 第一就是聖靈果子 是我們個個都可以經歷的 一起讀一下 有些什麼呢 神的愛 平安 喜樂 慶省舒服 那這些都是 其實所有基督徒都會有的 就是祂會經歷到神的愛 神的平安 喜樂 興省 身體肉身安而居住 就是身體的舒服 那就是 聖靈會帶給我們這些工作 而經歷聖靈的人 是更加明顯的 因為會是 每次祈禱 你都會感受到 會經歷到更加明顯的 那我希望大家 每一次 哇 經歷到聖靈 即是受到真 每一次 經歷到聖靈 就是神很真 所以我相信祂 我倚靠祂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討告的果效 譬如我們討告 就是有時很平靜 這個特別是為人祝福祈禱的 按手祷告 我的心就是 說多謝你 我愛慕神 那個人就會經歷聖靈 這個就是看到 哇 神答應了 手按病人病人 就可以好了 按手 這些人可以經歷神的愛 神的喜樂 神的醫治 聖靈充滿 更加給我們看到 神應成的事 是應不容量 即是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就祝神 神呢 第一 祂會有聖靈果子 第二 祈禱真的有果效 然後呢 困難中 有些什麼困難 你求耶穌幫你 那為什麼我們要排第三 因為這兩個 是經常都可以有的 這兩個經常都可以有的 聖靈果子 每個基督徒都有 其實個基督徒 真基督徒都會有的 不過有些基督徒 因為祂只是祈求的時候 祂的祈禱都不投入 不多的時候 祂經歷聖靈的果子 是比較少的 但是經歷聖靈 這麼強的人 一定肯定是經歷更多 我們都會為人討告 看到祂的經歷 這個希望我們 各個這裡的人 都會將來會進入的 但是困難 我們不是每天有困難的 你會說 今天要看什麼困難 好像沒什麼困難 我感謝神 我剛剛這次去旅行 真的很神職性 為什麼呢 我們未去那天 天氣報告說會打風 我就跟太太說 我們祈禱 祈禱後 風走了 走了 他就說 第一天 依然會有很多雨 我們在車上 真的有很多雨 不過下車 那些雨很小 一會走一會就沒有雨 我覺得很神奇 第二天 亦都是這樣的情況 亦都是 在路上 雨 有時大 密 但是到我們去行的地方 是沒有什麼雨 有都是一會兒 然後又沒有雨 那這些呢 我都覺得是神祝福 跟從祂的人 就是大小事 不一定要只傳呼音 神什麼事都祝福 那這些一切 我都覺得是困難中的經歷 那我自己經歷過很多困難 神都是幫我 我希望大家記神 那由生命的方向 當基督徒聽神 我慢慢地 神要給祂方向 祂開始祝福到人 幫到人 祂就更加 看到神答應的事情 真是應言 所以我希望大家 都進入這幾方面 我一起再讀一下 聖靈果子 討告果效 討告 芬蘭中經歷生命方向 即是呢 都會 在聖靈果子 經常都經歷到聖靈的果子 都有平安喜樂興省 為人討告 我希望大家這裡 個個都盡快去處理生命 然後學習去為人討告 這樣的時候 你越做得多 你就越有信心了 在困難中 什麼困難都 祈求神的幫助 其實祈求神的幫助 我和太太是這樣的 我們不是猛烈路上 神下求你 停雨 我不是這樣的 我是讚美神的 多謝天父 哈利多壬 我講了一次 神聽到的 我不講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我心想 不要有餘 神知道我 不需要講那麼多次 那 講給祂聽 我便可以親近祂 神就真的做神職其事 還有 心理方向 我們就 哇 在這些事上 看到神應成一定應不應 好了 對於 不信神的應許的人 是怎樣的 幾件事 第一就是忘記 聖經說完 應該又忘記了 其實很多時候 你聽我說到 我都經常觸實神的應許 其中一句我用了很多 就是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 他的義者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我想這裡 大家都應該聽過很多次 那你要用觸實 有些不是 一到很困難 又忘記了 又忘記了 神答應了 我們就 所有神答應 我們不要忘記 記實 有很多人聽完又不信 說哪會啊 哎呀 我沒有錢 神難道跌跌下來嗎 但我們真的看 神真的跌跌下來 他不是用天跌下來 又是用其他方法去供應我們的需要 我自己經歷過很多次 很神奇的經歷 當我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前 我的錢是用了 但是神就在很短時間 比零步就把我需要的經濟 帶給我 這都是神做的工作 很多人就不信 而且住某些困難 一住某些困難 哎呀我還是有便宜 我還是有煩惱 我還是家裡有很多藍革 我還有很多不開心 住某這些呢 是很辛苦 一定是不會覺得 即是 經常看著困難 就會說 如果神愛我 快點把這個問題拿走 但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人類犯罪之後 總有困難 有困難不當了神不愛我們 只是說 譬如我們個個都要 都有病的 是不是 我們人都有病 我們人都有病 我們人都有 有時候被人罵 被人傷害 人傷害我 即是神不愛我 我有病 即是神不愛我 這樣的時候 就會很慘 有些人 他的生命 經常都在煩惱裡 這樣的時候 他會對神的應可 不會觸實 還有會懷疑神 更加 他的生命 從神得不到力 反而他對神 是很負面的 好了 我現在看一些經文 其實這經文 真是句句都很美麗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以弗所書》3-18節 能以和眾聖徒一圖平白 基督的愛人 使何等長闊高深 並知道者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 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 充滿你 神人招著 混合葬 我們心力大力 匆匆匆匆的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這裡最主要 因為我會看完整個經文 但這裡最主要是說什麼呢 他會成就一切超過什麼 我們所求所想 是你夢會以求 或者你想都想不到 神會為你預備 我想都想不到 Shirley能夠在我講的訊息 輔導人 力聽人 在這麽多事上 她會幫我 在我宣教 在我自己的生命 處理生命 她是幫我更加高度的處理 我是想都想不到的 這是神透過她給我祝福 神也有不同的祝福 例如我們在這裡有服侍隊 我都覺得是神給我們的禮物 因為我們一起去服侍 我又得福 你們又得福 也有一個群體 大家可以一起去服侍 是大家得福的 是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我們都想不到 康安的教會 很想我們帶給他們復興 在當倫多也有 在Edmonton也有 另外在拉斯維加斯 拉斯維加斯 有一個人他真的很熱心 他看完我的影片 他整個生命都改變了 他經常為人討告 那些人經歷聖靈 又帶人信耶穌 他是一個人 在教會裡面 未接受聖靈 但是他一個人在教會裡面 但是他看到異象 他說將來見到 我和他的牧師一起合作 做一些聚會 這個都是神 即是怎樣成就我不知道 但是神就會做一些 我們想都想不到的東西 只要你走一整個路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那些不聽話 那些日子都吵架 你怎麼會超過一切所想所求 但是真的會超過你所想所求 但有時候我們都可以用我們的想像 但那個想像不是 用世俗的想像 我是用熟靈的想像 我的生命可以去到什麼位呢 我們一生人 有些人就說 我最重要是吃過什麼珍收百味 我試過坐過大車 有個大屋 搶授過什麼什麼 有些人就是這樣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聖靈大學 我們有幾個人一起坐在那裡 幾個人就分享 他說耶穌快回來 你們有什麼願望 有個女生的願望很特別 他說我的願望就是我結婚 就是在耶穌回來之前結婚 這不是錯的 不過好像他只有一件事 在他心裡說我要結婚 他想像是要結婚 結婚是不難的 看你和誰結婚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想像是否就是我結婚呢 因為我想像我的生命是更加提升 我真的看著我會歡喜 到有一天如果我們離世的時候 耶穌都還沒有回來 那些人會說 這個人真的祝福過很多人 很多人會分享 他怎樣幫我 怎樣祝福我 我相信這個 我們大家真的會覺得很好 當你離世的時候 之前有些人會走來探你 就告訴你你曾經怎樣影響他 我希望大家 你的盼望是在這些事上 在屬神的事上 上面有說到什麼呢 為什麼他能夠成就一切呢 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愛 第二個原因就是能力 這裡保羅祈禱 祈禱他們怎樣呢 跟眾聖徒一起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 我們對於人的愛 我們很有限的信心 就是說覺得 唉 譬如 告白也有的 你跟人借錢 一跟人說借錢 那人馬上又不知道 講電話 一會兒又走去 一會兒又不知道做什麼 那我們就會 對人的愛是會很失望 但是我們對神的愛 是否明白到他有多長闊高深呢 其實你經常聽我說 神的愛 在自然界看到神的愛 神為什麼做工看到神的愛 我們經歷到神的愛 耶穌基督的釘十字架 這些一切 我是看到神的愛 天堂 有些人去過天堂 也都給我 很響望天堂 我很喜歡 很喜歡天堂 那這些呢 我更加明白 神的愛的長闊高深 但是我明白到多少呢 我可能明白到 一間屋這麼高 或者一個山仔那麼高 或者一個大山那麼高 我不知道 神眼中去到哪裡 但是神的愛是高到天那麼高 比天更加高的 到底我明白神的愛 去到多少位呢 其實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想像 神的愛的心 很多人用人的愛來量度神的愛 神現在都不會搖說我 我覺得自己很醜怪 就是覺得自己很醜怪 那你就會覺得神的愛不夠大 但是如果我們深信神的愛 神看到我犯罪 而我悔覺祂是很歡喜的 這樣我們就會心裡面放鬆了 雖然我們知罪 我們立刻悔覺認罪 就不是說 耶穌赦免我就犯罪都不要緊 不是這樣的 而是我知道犯罪是不好 但是神立刻赦免我 所以我就放手 放手我就努力離開罪了 不要再在罪中了 那我希望大家追求 你今天和你幾個月之前 一年 兩年 幾年之前 你對於神的愛的明白 和現在有沒有分別呢 你會不會更加覺得 哇 神的愛真的超乎我所想所求 我真的很歡喜神的愛 我希望大家都像我一樣 一想到神我就會歡喜 我整天呢 我平日很多時候都會想 耶穌多謝祢 你真好了 我整天都會想到神的愛 我也都很希望能夠明白 神的愛更多 我在網上有時看別人的見證 我就很想聽到別人更多 他們的分享 他們的回應 讓我更加看到神的工作 即有些人他們都覺得 沒什麼可能的 譬如有自閉症的 醫生是沒得醫的 但是呢 祈禱會好回來的 或者有些什麼病 醫生是沒得醫的 但是會好回來的 那當我聽到這些 我真的說神的愛真的好大 讓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讓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另一超明白 知道他們的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 其實我們想的都想不完 不過希望去得多些 不要想的都是一間小屋 這麼小的愛 而是起碼一間大屋 一棵樹 一個山仔 一個大山 或者去到月球 去到更高的 看到神的愛 是超乎我們所能的測度 當你每天都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看什麼都看到神的愛 就是每一件事 我們感謝神 神給我們的材料 那些膠 可以做透明的膠瓶 可以做玻璃 就算這些東西都是神的愛的表達 多謝神給我們這麼多美好的東西 我們每一件事都是很美好的 今次去泰國也拍了一些很漂亮的雀仔的照片 我又覺得 神真的做雀仔真的很漂亮 設計得很漂亮 神就是他裡面那種 他那種智慧 和他那種的美感 真是很特別的 這些都是給我享受的 還有呢 在那裡吃東西都是好吃的 那些水果很多 很豐富 那些都是神的愛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經常想到神的愛 尤其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 讓我們知在悔改 讓我們走神的路 更生我們的生命 好了 跟著下面 面對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的你們 其實這個一切所充滿的 漁民意思可以解作豐富 神的豐盛充滿了你們 神的豐盛 神的豐盛 哇 我們裝到多少神的豐盛呢 有一套電影我曾經看過 這套電影給我一個看法性 這套電影說到 有些人在外太空來 這個故事本身我不形容 不過他的觀念很特別 那些人下來 那些人下來 他就要做人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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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候 那些時候 他們自己做回他們自己的 那他做什麼呢 他就拉一個拉鍊 那條拉鍊 那個人的皮就下來 那樣 他就變成一個光體 走來走去 那樣 這個給我一個看法性 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 我們的面頭 就是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裡面其實就是神的榮耀 如果我們有一天 當我們靈魂出竅的時候 去到耶穌那裡 就是在神的眼中 就是一個光體 就是有神的榮光在我們身上 就是神的豐盛 充滿我們 那你有多少神的豐盛呢 問大家有多少喜樂呢 多少愛呢 多少憐憫呢 那當你充滿這些的時候 你越有神的生命 那我希望大家都學慕 充滿神的生命 這個就是神的豐盛充滿我們 跟二十節 神能夠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 匆匆匆匆匆的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上 就是祂的大能 祂有大愛和有大能 神有愛 祂也有能力 祂的愛是關心我們 祂的能力能夠成就一切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 從這個經文看到就是 神能夠成就一切 包括我們的前路 祂所有的一切 神都為祂開路的 譬如我自己 有些很多小事 我都看到神的成就 今天我能夠去到不同國家去宣教 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我去到外國讀書的時候 就是遇見一個老師 而整間聖經大學 是只有這一個老師幫我的英文 那祂怎麼幫我呢 祂第一就是幫我的發音 祂叫我練 例如有一個字叫我讀 bathroom 因為我初來讀bathroom 香港人都是這樣 bathroom bathroom 舌頭伸出來 祂說你讀幾百次 讀到你成為習慣 bathroom bathroom 讀到你能夠順 和不同的發音 例如其中一個n和l number 和low time 潮水低 l和n音 和他讀我錄音 他自動做做的 他讀一段 他讀了一個故事 他讀一句停一句 他就叫我跟著他讀 我跟著他讀 過了兩三個月 我的同學就告訴我 他說你的英文進步了很多 因為當我讀的時候 我慢慢跟著他的口音 這個很神奇 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已經是二十三歲 通常二十三歲的人去到外國 是很少能夠跟著外國的口音 但是呢 我又不是跟著 但是我也是跟著很多 以二十三歲來說 這個都是神給我 是超乎我所想所求 以至我今天去到不同的國家 去宣教的時候 都是很方便 因為英文實際很方便 因為全世界 英文都可以說 差不多一個universal language 一個很細性的語言 這個都是神為我預備 以至我今天能夠普通話 我普通話都是更加大年紀學 雖然我普通話學 其實我英文比普通話好 但是呢 發音 神都給我這種發音的能力 都是基本上是準確 又不準確的地方 但是呢 我也是看到神 都是給我們這些能力 超乎我們所想所求 下面我寫 神的愛超過人的想像 超過我們想像 神一大能 在我們裡面能夠成就一切 祂的能力 那你有沒有期望神呢 成就一些大事在我生命中 我不要經常做同樣的人 我會提升的 我會提升的 一句說話大家記得 一起讀 神能搞定 既然神有這麼大能力 有大愛 神會搞定的 我們就不要擔心 唉 怎麼辦呢 不用這麼擔心的 神會搞定 只要你 我們做哪三樣 你經常都聽我說三個名詞 你記得嗎 信靠 親人 遵從 遵從 遵從包括是侍奉 信靠神 信靠包括悔改 信靠主耶穌 親人 包括親近神 愛神 遵從 包括遵奉神 和侍奉神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這些一切就交給我們 神就會搞定你的生命 祂就會為你開路 在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就學習 很快我就十一奉獻 那時候跟我在一起 有些男生去教導 祂跟我說 我把蠔子放進去 那時候我聽到 我都覺得 他根本未信 幫我邀請他回來教導 他又跟我回去 那我又不會更正他 他來說 他未必覺得 是有這個動力 但我來說 我覺得神是真 我肯定不會 奉獻猴子 肯定我是會 今生樂意奉獻 並且 當我一有人工的時候 我就十一奉獻 那這個都是神喜悅 神就會祝福我的生命 神都會搞定你的生命 你跟隔壁說 神會搞定你的生命 你跟從神 神就搞定你的生命 好了 這個又是神會 承傳關於我們的事 說 詩篇一百三十篇 八篇第八節一起讀 以後說 必承傳關乎我的事 以後說 你的神會永遠長轉 求你不要離棄你手所做的 神會承傳關乎我的事 當然這個詩人 他是一個愛神的人 親近神的人 所以他有信心 那你想想這個經文 成為你的經文 這個經文是他的經文 但如果你也是跟從神 順靠親人遵從 神的這些恩典都會 立到他身上 他就會承傳關乎你的事 他就會關心你的事 譬如當我 第一個太太離世 我是打算單身的 我就打算拿著行李 所以 我就進入 我當時最想去的國家 從一度去到另一個地方 從一度去到另一個地方 我就打算是這樣的 我打算是單身的 因為我當時覺得 有個太太 很多人要顧著 所以 我就沒有打算是結婚的 但後來神為我預備 我和我太太 都不是我們大家追求對方的神 感動我們兩個人 但過程我都是尋求神的心意 我十一個月就是尋求 我這樣祈禱 神如果你的心意求你成就 如果不是你的心意 我這樣說 求你大力的難阻 大力的難阻 不要叫我做了一些錯的決定 神真的是成就的 而我後來再去這個國家去宣教 我就發覺 真是神的月病最好 為什麽呢 我發覺我去那裏 吃那些東西 吃完回來就起紅粒 因為它裏面那些東西吃太多 都不知道什麽地溝油 落到什麽東西 我一進去一內 身體就會生粒粒 如果我長期在那裏 真的不行 神就預備我在香港 在一個基地 在這裏 我結婚的時候 我有這裏 穩定的生活以後 我四處去的時候 都是神預備 神成全關乎我的事 即是 祂會關心我們的事 祂不是只關心祂自己的事 但祂當然 祂關心我們的事 就是想我們走入神的計劃裡 而且祂會關心我們的事 而且祂會詞愛永遠長存 不會說 哎呀我們不聽話 今天不聽話 祂有些詞愛又走 祂不會的 祂一樣是愛我們 當然我們不能夠繼續去拒絕祂 祂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但祂的前往是一直永遠長存 就算一個基地徒 有時離開神很久 神都會吸引祂回頭 我希望大家不要入這裏路 而是一路越來越上路 不要離開神 而是一路一路向上去 以前我在傳統的教會 我經常都聽到人 就算網上也有很多見證 怎樣人以前信耶穌後來離開一段時間 但當我們經歷聖靈 我們只是看到神那麼真 希望大家看到神那麼真 就算你經歷不是最大 你看到我們為人祈禱經歷那麼大 你就說 我們都想走神的路 我們都知道神的前往永遠長存 我們就不要放手 堅持走神的路 求你不要離開你所做的 就說到我們了 神啊你不要離開我們 神啊你不要離開我們 神關心我們什麼事呢 一起讀一讀一下 學業 事業 經濟 健康 婚姻或單身 生命方向 婚姻 對不起這裡 這個重複了 OK好 這裡呢 就是神會關心我們的學業 我們讀書怎樣 我們的事業 我們的經濟健康 有些人就覺得 經濟神都會關心 神會幫忙 譬如有些人 他的經濟很有問題 我們都會說 你跟從神 神可以一步步提升你 神怎樣的方法 我們不知道 但當日走神的路 神會提升他的生命 以致他的經濟可以恢復和好 婚姻或單身 很多人說 我想婚姻不想單身 那時候我記得有個男生 在我們那些 在團契那裡 那些人 經常笑他 你有單身的恩賜 但他說 千萬不要有這個恩賜 千萬不要有這個恩賜 因為他最怕是單身 我不知道 他現在見了分泌 我不知道 因為我 以前沒多久 我都聽到他 依然是單身 但其實單身可以開心的 但有些人單身得來很辛苦的 單身來可以喜樂 可以很滿足 可以祝福很多人 所以單身不是代表不好的 還有生命的方向 還有我們的事奉 這一切 神都會成全的 大家一起讀下面那裡 神關心我們的所有事 神能成全每一件細節 這裏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他那種性 神的屬性 我們講到神 神的屬性 講到法 就是他的屬性是什麼呢 他第一 愛 關心 第二 他知了我們有些什麼 大事小事 由你的學業事業 你身上被蚊咬了 有些什麼事發生 身上有什麼毛病 和人際關係有些什麼 人家傷害你 或者工作問題 或者事奉的問題 或者和人關係 無論什麼事都好 神有這個全知的能力 祂知道了 最緊要祂關心 變成祂有能力幫你 其實這個屬性 我希望大家記得 跟我講一次 神知道了我的事 無論大事小事 神有關心 神有能力幫到我 祂又很想幫我 幫我跟從祂 祂就一步步幫我整個生命 我希望大家都深信 我們的事多大多小都好 神都知道了 神都會開路 神都會祝福的 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做人什麼事都不用怕 無論發生什麼事 神一定會搞定人 神在我們動了善功 又會成全 《腓勒比書》一章六節 我深信那在你們 心裡動了善功的 必成全者功 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神在我們動了善功 什麼善功呢 你有沒有發覺 你開始愛慕神了 喜歡神 喜歡祈禱 會悔改 會離開罪 會有渴慕神的心 有神給你的平安喜樂 有幾個人 有經歷過這些神的工作 有幾個人 經歷過神在你裡面 會感動你 吸引你去跟從祂 這就是神活著 在我們裡面 那祂動了善功 會成全者功 當然你給祂成全 祂才能夠成全 如果你開始了 但你又不聽話 不親近神 祂就成全不了了 但如果你繼續聽話 祂就繼續成全 直至到基督耶穌的日子 就是說 當你一天見耶穌面的時候 神就會成全你整個生命 神會成全的 其實幾個經文都是講到 神關心我們的事 神會成全 神會幫我們的 我們就不用擔心 在我曾經 即是當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本來在香港已經是 事件很好 但神要我離開香港一段時間 那段時間其實都有一個考驗 怎樣考驗呢 沒有經濟 沒有侍奉崗位 我去到我還記得 我去找一些不同的 開放聖民的教會 但看起來沒有一道對 當時來講 他好像很狂亡 但我的心就一直說 神你一定有方法 神一定開動 神一定有你的預備 真是神到了時候 祂就會成全 祂已經計劃了 便到了時候 神就讓我回來 那段時間是讓我生命的操練 其實 為什麼我要十年之後 我才開始 可以很自由地去發揮生命 這個就是神 要幫我處理生命 在一個最困難的時候 放下自己 信靠神的恩典 這樣的時候 神就將祂計劃成就 我一起讀下面的字 神在我們生命中做善功 神能叫我們完成善功 神能叫祂完成的 例如我們的姊妹 她在讀神學 她都會說 哎呀我不知道做什麼 神開始了 祂會成全的 祂一定會成全 什麼都不用擔心 我們做什麼 我們的同工都是這樣的 你做什麼 當你行神的路 神就會成全一切 我們中間的福事隊 神會成全你 提升你 我希望成全你大家 升為祈禱輔導 升為人 甚至領敬拜 講信息 或者是帶領聚會 或者是帶領宣教 我都希望我們將來 能夠一個個都進入神 為我們預備的善功 這個經文我們先看了 但我們要再讀一下 詩篇三十七篇第五節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華 並倚靠祂 祂便會成全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金句 因為它比較簡單 將你的事交託耶華 並倚靠祂 祂便會成全 這要講到我們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交託給神 交託給神 就不是口說 而是說 神啊我知道祢會搞定 一起跟我講 交託給你 神啊我知道祢會搞定 我知道祢關心我的事 我知道祢愛我 我就是信靠祢 我親近祢 遵從祢 祢一定會搞定我的生命 這樣的時候 就是整個生命 放在神的手中 這樣的時候 譬如我前面的路是怎樣 我都是把它放在神的手中 神啊 你會搞定 你會開路的 我求神給我健康這麼長的時間 去祝福更多人 但無論神給我多長 神給我一年 或者三十年 無論多少年都好 我都照單全收 我便會說 神啊我願意 做了祢要我做的事 這就是交託 我整個生命的主權 在神的手中 以及依靠祂 我不是靠我的才幹 不是說 我都彈到琴 我都領到敬拜 我都講了信息 就不是這樣 而是我每一次都 神啊你再一次給我 重生得力 我每一次講的時候 是你的信息 是你的能力 去改變人 這個就是 依靠祂 無論做什麼 不是靠我的能力 依靠神 神就一定會成全的 將一切是交託 一起讀 交託不單是口頭 交託是將生命主權交達神 下面 神知道誰是信靠祂的 誰是交託神知的 有些人因為口頭虧 我聽過有些群體很喜歡說 神啊 我們就將這個聚會交託給你 但是他們什麼計劃都是用人的方法 這樣的時候不是交託 他只是口頭說 神知道誰真是將生命的主權交給神 你的時間 怎樣用你的時間 你的生命 你的財案 你怎樣代人置物 神都知道的 神是掌管一切 祂說 全部都在祂手中 祂什麼都能夠給我們 祂就能夠成全我們一切的事 好了 這裡我們也講到 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從祂得到神給我們的萬物 能夠照顧我們一切 讓我們能夠繼續走神的路 詩篇37篇第4節 又要以耶和為樂 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持久 這個經文很特別 我希望大家都記了它 詩篇37篇第4節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持久 這裡很特別 它不是說你求 而是你以神為樂 神是我的歡喜 我歡喜神 我喜歡神 我看到吃的東西這麼好 我感謝神 我看到神在我心裡做的東西這麼好 我感謝神 我看到神改變人 我感謝神 我看到神在這個世界 為什麼這麼多基督徒改變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基督徒很投入的 敬拜神 師奉神 祷告 真的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人 傳人福音 以及享受神 以神為樂 有很多人說 我想到神不覺得開心 我想到神要做什麼 這是因為律法 我要做什麼 我要看聖經 我要讀 又要祈禱 又要回教會 又要奉獻 那時候 他就是 他經常想到神就是做事 但如果你說 其實神是給我們的 我想問大家 你給神的多 又是神給你的多 神給我們是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根本 我們就算今生 信到耶穌之後 是不是很大的改變 神給你的平安喜樂 是很大的改變 那你就說 神給我這麼多 我真的歡喜神 所以其中一個 我講到一個祈禱的方式 尤其當你在做事的時候 你就是忠義神 忠義神 你可以同時忠義神 如果你的心裡面有 我用一比喻 當有一個人戀愛的時候 你需要不需要 真是初戀那種 你需要提他 喂 你有沒有找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 他根本整天 他做什麼都好 他整天想著他的愛人 他從早到晚都在想著 我們可不可以想到神就是這樣 有些人就說 嘩很難 真的不是這樣想法 那不是這樣想法 怎麼呢 逐步逐步提升 經常想到神的美好 神如何改變我 我就喜歡神多些 所以我希望大家 我喜歡神的程度 其實很多基督徒都沒有這個觀念 喜歡神的觀念 這裡就有這個了 就是以神為樂 就是神是我的快樂 我喜歡神 我歡喜神 我享受神 這樣的時候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 賜給你 所以你從早到晚 神呀你真是好 我喜歡你 我歡喜你 我恩你要開心 一起跟我說 神呀我喜歡你 你做的真的很奇妙 你真的很愛我 我就歡喜你 我就享受你 你就很歡喜了 神就很歡喜了 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得這句金句 非常好 以夜禍為樂 再讀一次 又要以夜禍為樂 祂就將你心裡所求的 賜給你 神就將這些給你 大家一起讀 下面那裡 以神為喜樂的來源 以神為生命的意義 不以世界為樂 這個以神為樂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以神為我們喜樂的來源 有些人是這樣的 買了衣服 買了衣服 就很開心了 吃雪糕又很開心 這些沒有錯的 有些什麼享受 很開心 有人讚一下 很開心 這些都不是錯的 不過我希望大家 以神為喜樂的來源 是最主要的喜樂來源 一想到神就真的好 這樣的時候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以及以神為生命的意義 我生命有意義 因為有神 而不以世界為樂 不是追求在世界那裡的 一起讀 神是喜樂的 他能賜下喜樂 神有一切能賜給 以他為樂的 第一 這裡講到神的屬性 祂是一個喜樂的神 祂是一個開心的神 祂能夠給喜樂人的 你親近神 你就有喜樂的 第二 祂有一切 祂能夠將萬物都賜給我們 所以 在這裡講到神的屬性 我們一起講幾個東西 一起講 神是喜樂的神 神就知道誰以祂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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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將萬物賜給他們 神就將萬物賜給他們 神有好的既成 神有好的既成 神會記得我們怎樣愛祂 神會記得我們怎樣愛祂 神會怎樣大大祝福 祂的祂祂是超過我們所做的 神是超過我們所做的 這都是神的屬性 我希望大家多點看 多點留心 還有你可以聽我的講道的時候 留意這些神的屬性 你經常記得 聲明將會使使用 神不是神的另一條家 人有全身的寶可 神的神自己讓神 不夠 神有獲聆 神有獲聆 神有獲借網 神有獲 ми都市有獲聆 神有獲聆 神是祂有獲聆 神有獲聆 神不是神有獲聆 神有獲聆 神是獲聆 神 wereassembly 他的生命改變 後來他甚至為耶穌而坐牢 被逼迫 後來是為耶穌而死的殉道 他本來是追殺基督徒 變為不怕死 傳染了越國際 神成全他的生命 神不是做了一半 他就消失了 雖然他被人捉了 他不是消失了 而是他的影響繼續存在 這就是神在他生命中成全了神的計劃 你問問保羅 保羅你可不可慘 你又為耶穌死 給那麼多 但保羅你上到天堂問他 保羅 你有沒有後悔 你一世人這樣犧牲 結果你又被人追殺 又被人捉了 你有沒有後悔 我想問保羅 我走這條路是真的最好最好 我沒有後悔 更加成全我的生命 如果我只是享受世上的東西 那些東西都要過去 但我現在所有的一切 保羅在整個基督教的圈子裡 他可能是得到賞賜 可能是最高的那個人 他會去到天堂說 我真的沒有後悔 我真的覺得我為主付出的 我得到的是 一億億億億億萬倍 所以我一點都不會後悔 所以走在神的路上是必然最好的 這裏也有很多不同的人 有些異教徒 這裏全部都是 這裏全部 每一個都是 都是的 不過這些字我不讀了 全部都是 這裏也都看得到的 就是說 很多這些異教徒 他們轉向耶穌 是超越以前的數目 是超越了的 但是很多人 耶穌就會向他顯然 神會成就他的計劃 去拯救這些人 另外猶太教 猶太教也都很抗拒 猶太教一信耶穌 又是被家人排斥的 但是這裏全部都是猶太教 信耶穌 並且裡面是有拉比 即是他們的老師 他們的老師 居然他們見到耶穌 他們就信了耶穌 或者神用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見到耶穌 有些神用不同的方法 吸引他們去認識耶穌 這些就是在網上 就是一些情緒問題的那些 有些人說 我有情緒問題 可以不可以醫好 在聖經 在網上你見到很多的 就是他本身有情緒問題 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神醫好他這個 被人的 這個abuse 就是什麼呢 abuse 就是侵犯 他可能身體的侵犯 傷害 言語的傷害 或者性的侵犯 他就是神的愛 醫治他 所以有時候我聽見證 聽到一些人 他本來小時候怎麼傷心 但後來呢 神怎麼醫治他 安慰他 我自己看了我真的覺得神真好 神真是醫治很多人 所以你有情緒問題 你不要覺得不可能的 只要你親近神 你不親近神呢 那你只是回教堂 翻一下 不會很大改變的 你是處理生命 親近神你就會處理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多重的精神問題 病 得到醫治 然後第三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 他有很多種精神分裂症 有精神分裂症 低沉 這些 神都醫治他 然後第四個就是 這個又是 這個又是精神的病 就是幾個都是 那你上網找 你可以找到很多這些 那身體疾病 那這裡講什麼身體疾病 我講一講給大家聽 這裡就是耶穌的補血 不是用藥物 第二個就是 他瞎了 他瞎了 但是神就醫治他 然後第三個就是 這個醫生沒有辦法解釋 這個嬰兒 怎樣神會醫治他 就是說他本來應該是 很嚴重的 他好像有個腦瘤 老的瘤 但是神就醫治他 然後第四個就是 這裡就不同的見證 就是有些是 搜集了很多醫治的見證 手就在一起 那有些人說 那麼多神奇 為什麼他們有份我沒有份呢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的罪 不會親人受了 《卡拉太書》六章八節 《信作情慾殺種》 一起讀 必從情慾收敗壞 如果信作情慾的後果 就一定是敗壞 不會是祝福的 如果五章十四節一起讀 不如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厲害 因為犯罪 就會帶來傷害 一定不好的 《約翰十章十節》 《道賊來無非要偷善殺害毀壞》 當他犯罪就被魔鬼進來 偷你的東西 殺害你和毀壞 你家裡需要鎖嗎 需要下鎖嗎 你出門是不是 要肯定那道門是否鎖了 如果道門沒有鎖有什麼後果 可能被人偷了這些東西 很多人在罪中 就像道門沒有鎖 就被魔鬼隨意進來 將它裡面拿走 或者我們的負面情緒 負面思想 我們的罪 我們的埋怨 我們的擔心 想人的問題 這就是開了鎖給魔鬼 給魔鬼隨意的淫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魔鬼來一定不會是好事的 還有就是馬太六章二十四節一起讀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 不是護者各愛那各 就是重者各輕那各 你們不能侍奉神 又侍奉神 就是當我們又愛神 說愛神 又侍奉神 又愛世界 是不行的 因為你的心不會是兩樣的 當你在兩樣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兩樣都不愛 或者你只是愛其中一樣的 例如有個男人 他跟兩個女人說 我們兩個都愛 其實他只是想利用兩個女人 他不是代表他真的兩個都愛 我們又說愛神 但我們又愛世界的時候 一定是有不好的效果 那你甘心被魔鬼偷竊 魔鬼偷走靈魂 他真是將人的靈魂拿走 在網上都有很多這些魔鬼教的人 他們被邪靈影響 這些魔鬼教的人都說一件事 他們走出去 他們有些是打坐 或者是把靈魂投射出來 他會走去攻擊基督徒 有這樣的見證 但是他們去到那些愛著基督徒 他們就搞不定他 即是影響不到 甚至有一個人 他就猜獻他的邪靈走去 他說你去跟我攻擊這個人 那個邪靈回來跟我說 麻煩你以後不要見我去找那些基督徒 這個是邪靈跟他說的 因為那些基督徒 搞到邪靈都很辛苦 魔鬼是真的會來偷竊神來的 好了 怎樣能得到神的成全 你想想你的生命成全呢 幾方面呢 對神對任 對自己對任 對生命怎樣 對神怎樣一起去做呢 處理任何對神負面的想法 如果對神有負面的 你現在對神是否經常喜歡呢 經常喜歡的 有些甚麼 即是神都不幫我的 立即要處理 不幫我 我們有我們的責任 第二 對自己 覺得自己無用 內疚不信 自己重要 就是有些人 哎呀我沒有用的 哎呀我犯很多罪 哎呀我沒有用的 那這些其實是傷害的 有些人以為這些是謙卑的 這些不是謙卑 這些是自卑 自卑不是謙卑 對人是怎樣呢 不喜歡 不饒處 不看蟲 不祝福 這些都是要處理的 不關心人 不會幫人 不會祝福人 這些是需要處理的 然後對生命怎樣呢 灰心 放棄 消極 沒有目的 即是對生命很灰心的 沒有力量的 沒有目的的 這樣的時候呢 人呢 他的生命就是 不會得到成全 有些人說 我信耶穌 他經常都灰心 哎呀神都不幫我 哎呀我沒有用的 我不行的 這樣的時候呢 他就得不到神的幫助 好了 怎樣得到呢 我們一起 讀香港幾樣 信靠 親戒 遵從事況 信靠 怎麼一起讀呢 信聖經 信神很想成全我們的生命 即聖經說什麼 我們就信 還有呢 神是很想成全的 一起講 神很想成全我的生命 我願意呢 他一定成全的了 我願意他一定成全 是他很想 他很關心我們的事 接著有親孕了 被神更生 從神得利 從神定仇 就是呢 我們怎樣親孕呢 就是親孕的仇 被神去更生我們 跟他有力量 有些人奇言道 都沒有力量 你試試讚美神 多謝耶穌 跳舞 然後呢 又享受神 耶穌愛我的 多謝天父 又全心愛神 那些邪靈都會走光 我跟你說 那些邪靈都會走光 當你每天愛神 喜歡神 不要只是求什麼 喜歡神 歡喜神 的時候呢 神就會把邪靈趕走 遵從了 一起讀 心中希望討實 神都說我做什麼呢 我想神歡喜的 事奉了 想成全神的心願 去祝福多人 神的心就很想祝福人 我就很想走在神的路上 這就是一個方法 怎樣能夠成全 很簡單再說一次 信靠 親人 遵從事 下面一字再說一次 信聖經 信神 很想成全我們的生命 從神 被神更生 從神得利 從神領受 心中希望討實喜願 想成全神的心願 去祝福多人 無論大事小事 我講出大事小事 一起讀一下 生活 人際 婚姻 工作 事務 每一件事 沒什麼事都好 下面生活那裏 喜樂 輕鬆 凡事 被神祝福 在生活中 經常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開心的生活 你的生命就被神祝福了 經常享受神的 在生活中 人際關係和婚姻如何呢 人際關係美好 婚姻或單身都滿足 就是 時時都祝福人 對人 善待人 這樣的自然呢 我們的朋友就更多 或者婚姻更加好 無論我們婚姻或單身都滿足 感謝神 不用說 哎呦 我要等到將來結婚才開心 這樣的人呢 其實未必會開心的 一定是你單身的時候開心 你婚姻的時候 才 你的問題會減少很多 你更加容易有喜樂的 工作了 有好表現更大發揮 神都會幫你做工有表現的 怎樣幫你呢 祂會給你聰明智慧 你會想到一些 老闆都想不到的主意 你會想到一些好的方法 怎樣令這個公司更加好 神會給你聰明智慧的 然後侍奉了 一起讀 發揮恩賜 祝福多人 策略性侍奉 就是能夠你的恩賜發揮 祝福很多人 還有策略性的 不是只是說 不停地做 是整個生命被提升的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進入神 高層次的生命 那個問題就是 你想不想 還有你願不願意付出代價 當你想的時候 怎樣呢 你就問神 神啊我可以做些什麼 有什麼改變 你不要想著 神啊 你明天可以開報道會 你不要想著這件事 這麼快 改好自己的生命 怎樣開始你眼前 可以得到的祝福 怎樣侍奉 眼前可以為神做些什麼 由那些開始 你就一步一步被提升 這就是我們一起起身祈禱 求主耶穌 求主耶穌感動 反省我們的生命 反省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以往是 隨意 糊裡糊塗 懶惰 還是 真是追求神 我願意走在你更完美的計劃 神啊 主耶穌多謝你 多謝主耶穌 因為你關心我們的事 你關乎 你成全關乎我們的事 我們所有的事你都關心 我們走在你的路上 你就會幫我們成就 我們不需要用人的方法 主耶穌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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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一個自己向神去說話 神啊 我很想你 怎樣提升我幫助 我很想你幫我怎樣處理生命 幫我怎樣去 來提升 怎樣去 一路一步一步一步的提升 你幫我去除垃圾 廣東話都說什麼 年二十八年 我洗垃圾 這些垃圾 主幫我們洗清 洗乾淨 這些所有的灰燥 我們洗乾淨 不要被魔被辣掉 我們深信神來最好 我們祝實耶穌 我們享受耶穌 我們歡迎耶穌 主耶穌在我們當中 兄弟入真是毀生跟著你 毀生走你的路 毀生要給你洗路 多謝天父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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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